南苏丹天在中风 17岁 身高2米18 大帽浓眉 迎视大地 明年预测选球顺位探花 又要说未来世界篮球人才的摇篮在哪里 那么毫无疑问就是非洲了 毕竟目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基本都是黑皮肤 身高必长 能蹦善跳的他们 已经证明了在篮球方面的种族天赋 从南苏丹和美国的日升赛就能看出 他们仅以100比101汉服美国队一分 并且一直打比分领先对手 目前南苏丹阵中虽然没有NBA球星 但是一位17岁的小将 却被ESPN预测为明年选游大会第三顺位 他就是马鲁阿琪了 06年出生了他目前17岁 但是身高来到2米18 球场四肢中逢 而他的天赋也可为相当出色 从这张图片早能略制一二 而在刚刚结束的日升赛中 马鲁阿琪得到7分三篮板一封盖的数据 发挥十分不错 不仅曾在放手中大冒动梅哥 而且在进攻端也曾迎设恩比德 并且最重要的是 马鲁阿琪的三分投资水平 也是同位置精英级别 想必 未来越来越多的非洲黑人小将将会进入NBA